大陆前国家主席胡锦涛为什么当着全球媒体镜头下被带出中共二十大会场 有新加坡媒体吐光事发前一分半钟的影片 显示胡锦涛几次想要翻阅桌上这份红色封面的文件 都被旁边的栗战书跟王沪宁制止 随后似乎是习近平使了个眼色工作人员就上前带人 推特上还有人把照片放大再放大隐约可见像是当天的选举名单 CNN报道分析胡锦涛被带走引发许多阴谋论 其中也涉及中共内部政治斗争 当时胡锦涛由工作人员三扶下理财 去到会议结束都没翻座位 同样的事件香港部分媒体也有报道 但主要引述新华社推特的说法是胡锦涛健康因素 大公网则是直接查不到胡锦涛三个字 事发至近三天 大陆媒体完全没有相关报道 但网民显然十分关注 台湾AI实验室创办人杜易锦就在脸书上说 数据显示 连日来到了网民翻墙上Google 搜寻胡锦涛的次数 是台湾的33倍 TV熊人张志明庄志伟综合报道 请支持TVBS国际Plus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 接轨全世界 赶紧订阅 开启小铃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